大家好,我是Den 在韩国,女直播主被称为是BJ或者是Yokin 而女直播主的收入大部分都是观众们的赞助 为了获得更多观众们的赞助 女主播们通常都会走性感风格 或者是假装自己是单身 再或者是滤镜开得太离谱等等 而引起过很多争议 其中滤镜问题是这样的 很多女主播在自己的房间直播的时候都会非常漂亮 但是只要参加AplicaTV的官方节目的话 因为不像在家一样有那么多美颜补光灯或者是滤镜 会很诚实地拍到实际长相 所以大部分的女主播们都不敢参加官方的节目 因此AplicaTV也被称为是女主播们的坟墓 前几天BJTomato参加了AplicaTV的节目后 也引起了滤镜争议 在节目中Tomato自己先开口说了 请大家不要嘲笑 我的脸不太上镜 所以不要截图奇怪的样子后说 带真的Tomato来 我就是Tomato 但是不出意料 在节目结束之后 很多观众们就开始质疑Tomato的真实长相 其实这也是没办法 因为观众们赞助女主播 这外表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对观众们的质疑 Tomato留言表示 稍微护航一下的话 官方节目摄影机的广角很广 所以会看起来会比较胖一点 圆脸的人会更加那样 这是跟利用手机背面镜头拍摄的话 就会看起来很丑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不只是Tomato 其他所有出演官方节目的女主播 被质疑长相的时候 都会留言是摄影机奇怪等的内容 而粉丝们也会相信他们 但是 在女主播Tomato留言没过几天 Blackpink其所出演了AplicaTV的官方节目 在其所出演官方节目的当天 女主播Tomato宣布停播当天的直播并留言 只因为出演了官方节目 就遭到了很多鄙视外表的酸烟 用顶级艺人来跟我做比较 简直是太夸张了 艺人不是随便就可以当的 如果我有犯错的话 我会好好翻写 但只是因为我的长相问题 现在也不想看镜子了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要找我 我要躲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所以谁让你用滤镜来诈骗 都是看你的脸给你赞助的 结果证人是别的模样 这不就是诈骗吗 女主播们每次都说是摄影机问题 我很漂亮 但是官方摄影机有问题 脑酸粉们就会相信 啊原来是那样 然后继续抖内 女主播们每天都说是镜头问题 那吉祖是什么呢 乖来评给吉祖出演 APRICA官方节目后 用颜值打脸了所有女主播们 以后女主播们出演官方节目后 再也不能找借口了 就只是丑人在诈骗而已 吉祖变成女主播们的供敌了 总结一下就是 吉祖是真漂亮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觉得使用滤镜后直播 受到很多人赞助的话 这算不算是诈骗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爱豆们出道前的 黑历史直播照片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